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 仍保留着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和封建农奴制度 1956年 巴桑十九岁 他还在拉萨折磅斯山脚下的当巴村 做女奴 折邦寺对面就是军区八一农场 和西藏工委七一事业农场 农场里有许多藏族工人 他们每天上班下班 唱着歌走来走去 无忧无虑 我就想这些人是真正的人 我也能成他们那样有多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但是一支战斗的队伍 也是一支生产的队伍 这支生产的队伍在这里建立农场 开辟水区 人民解放军战胜自然的榜样 增加了藏族同胞建设幸福生活的信心 解放军战胜自然的队伍 解放军讲故事 过去地主怎么剥削压迫农民 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 他们翻身解放 现在就自由了 巴桑一天到晚提心吊胎 生怕被原来的农母主发现 再抓他回去 第二年 中央决定在内利办学 为西藏培养民族干部 要学员们自愿报名 巴桑高兴极了 极不可待地跑去报名 现在的西藏民族大学的 全身西藏工学 我是19岁来到西藏民族 来学学习 巴桑书记 我没有多大的了解 来这边以后 我去校使馆 还有校团馆这些 对巴桑书记就有了 比较深的一个了解 在那时期的时候 他们老师与同学之间的关系 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这样一个关系 一开始学习的是 汉字拼音啊 思想政治教育 过去我们脑子里边就 命中注定论嘛 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 后来的西藏工学 脑子里边的这个禁锢就揭开了 不是命中注定论 而是这个社会制度决定的 最大的思想上的 收获最大就这一点 所以就想回来 参加民族改革 回到西藏的巴桑 已经没有了当初 对农奴制度的恐惧和担心 此后 她逐步成长为一名 信仰坚定的藏族女干部 我们多个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 都有着自己无拿的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一名领导下 我们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过去的奴隆和努力 现在成为国家的主任 直到1984年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巴桑 却在一次慰问活动中 唤起了已经尘封28年的记忆 我们的主任 我们现在要去做个一种作用的 有什么状态呢 有什么状态的 我们不行了 197年 大家都不学的 对 也最好的 等我们都交给他们 农奴制度永远的死去了 活下来的是像巴桑一样 向往自由的西藏人民 他们是西藏解放刻骨铭心的亲历者